他豆腐喝不喝 老革命进去玩的 我不来 我就死了 他不是他 死了喝 这里是山东济宁 州城 一个早酒汤 吃熏豆腐 喝早酒 你这一百九是多少钱的呀 一块 也是他的呀 是他的 一块钱行啊 一块钱行啊 今天一早天喝几百 两百 你看现在他干活吧 其实如果我干活 我宣传给我喝去啊 哈哈哈哈 每个季都赖是吧 我不来 我就死了 他不是他死了喝的 他不是吃饭 说什么油烟是吧 那个家里面都看着他们 都行的时候开心 但是吃饭是开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是山东州城 带大家来到这个代数镇大集上 感受一下早酒文化 你吃的熏豆腐的呀 对 多少钱呢这是 两块钱一块 哦 你喝的这个是啤酒 啤酒 喝完辣酒了 喝完辣酒了 嗯 早晨这叫早酒哈 对 你还干活不今天 今天干 你喝酒耽误干活不 没事 哦 没事 哦 你这个熏豆腐能吃多少钱的一般情况下 一般五六块 五六块钱的 五六块钱的 也吃个馒头 俩馒头 俩馒头 那你的饭量够厉害的 一杯啤酒 带大家看一下 山东人是如何喝早酒的 山东大喊 对 这叫熏豆腐哈 吃一块两块的小吃 然后喝早酒 也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事情 早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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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的话也是一块钱 嗯 哦 你是哪来的啊 我是走厂后边 走厂后边 去的厂没有厂 经厂来吧 经厂来 经厂来 来烹厂 来烹厂 来吃豆腐 多少年了从这来吃豆腐你 二十年了 吃了二十年的豆腐了 哦 还能喝几杯你的一天 一天吧 一几八九 一天几八九 嗯 早晨的话得两杯吧 早晨我喝一顿 又来一顿又挠一顿 哈哈哈哈 今年又多大年纪了 今年六十七 哎呦 真是喝酒的好时候 哎 真是喝酒的好时候 这都是大早晨来喝早酒的 山东的早酒风也是非常的彪悍 山东这边的早酒和武汉那边的不一样 他们就是吃这种简单的小吃 熏豆腐 然后喝点早酒 嗯 大雅 早晨今天早晨几点来的 五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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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还来这么早 嗯 你买豆腐喝啥 你这常买豆腐不吃豆腐 买豆腐不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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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半 米子辣椒 好 这就吃起来 哎呦 这先我吃一下 我先走了 这个大爷爷是一个美食专家 美食专家 一我吃的饭就壞了我这 豆腐吃的时候 软轮摇出来咯噱咯噱 这是豆腐第一经验 这还是老式饭壳的哈 驴饭壳的这是 这个饭壳还不得二三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吧 驴饭喝 十七块钱的 喝酒的感觉 这一年的在乎五块钱 这一年全部上边的都 院子大 院子大五块就吃不下 我这花开十年去到时候 到时候来 来来来 到时候来 你快 还要多少块钱的 多了 十十一点 那个焦水饼辣酒子 差不多5块钱 差不多5块钱 这两块钱的 这家买的 不自己 你买的啊 老师 我说的 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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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这些时间都赖 嗯 这个小酒给蒋小白一顿 一顿就是一片 行 这个大爷是他的总是考虎 好 早前也得赖上一笔吧 就赖一笔 你这喝酒也耽误干活吧 不耽误 嗯 来上一杯酒 百八斤摸得 百八斤 百八斤 好 哎 还得我还得了 弄什么钱呢 放点辣椒 放点辣椒 好 这个辣椒挺小 哈哈 好嘞 今天咱就来到了这个 山东周城 这个地方是 代数大吉 吃这个熏豆腐 嗯 据说呢 这个熏豆腐这个吃法 一定要配一杯白酒 这样的话的话 他就是说 能吃出他这种感觉了 嗯 熏豆腐说是咱吃 呃吃的次数也不少了 哈 但是这个味道说实话哈 真是爱上这个味道了哈 他这个辣椒还是 特别够味的哈 特别香 哇 非常滑内哈 好吃的 好吃的 这个熏豆腐哈 他这个味道 啊 说实话哈 只能在这个周城啊 屈服在一边 这一带的话可以吃到哈 其他地方 真是遇不到 快哈 嗯 是不是很有食欲呢 来口熏豆腐 弄一口白酒 哇 这感觉啊 特别爽哈 啊 他们这个地方也是 新的这种早酒文化哈 啊 一般早晨起来啊 吃点熏豆腐啊 吃点包子啊 弄点这个白酒 或者啤酒一喝 真是不错哈 虽然不比那个湖北那边的那个早酒 这么疯狂 但是这边 我看着还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的哈 我又买了两个这种大包 也是他们这个镇上的特色哈 哇 豆芽粉条 好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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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